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是用GEMOBI上手统计学 这本中文电子书的 导览影片 那 这个影片呢是要 给你准备开始要用这本电子书 以及GEMOBI这个自由免费的软体来 学习统计以及 GEMOBI操作方法的同学们呢 一些开始的初步建议 那无论呢你是透过自己学习或者是有注册某个实体课程 不论是在学校的或者是线上的平台的 都建议先看这个导览影片 那么 只要你是 从这个导览影片下方的 简介栏位 所开启这个电子书呢 你第一个看到的画面是 现在你们所看到的作者 作者以及译者的序言 那左边呢 是这本书的所有单元以及章节 那建议你 第一次 开启的话呢 先请浏览一下这个 单元以及章节的布局 那这本书的特点是 它是完全以文字 以及 图表 或者是画面截图来做示范 那正式会有 GEMOBI操作呢 的部分 是从第3章这边开始 那我给同学的学习建议呢 是 请 关于有关操作的部分 先请同同学 先自行 先阅读这个 电子书里面的说明 按照 并且呢 是请按照这个 各章的 每一个小节的安排 按照顺序来阅读 那你可以阅读 到一个 到一个小小节 或一个示范 结束 的时候呢 你自己再来 操作 看看 好例如这个是 第一次安装以及启动 启动 GEMOBI的部分 那么GEMOBI的取得呢 相当的简单 你们可以透过这个示范影片简介中的官网连结 就可以到现在最新的这个官网 那现在 开发团队 已经有 推出了 可以安装在你个人 设备个人电脑或笔电的 本机版 以及你可以直接在浏览器上面使用的 这个 云端版 这个是如果说你的 云端的你自己的电脑 性能没有 不够好没办法跑本机版 你就可以使用这个 那么 这个GEMOBI的云端版的目前有两种的 有两种方案 那GEMOBI是 是一个完全免费 不过功能呢 比较有限制的一个版本 那如果你想要 使用跟本机版 一样的 功能的话呢 就需要自行 付费 每个月 用7块澳币 来 去 订阅 订阅 那这两个方案 有什么 有什么样不一样的 地方 不论 如果 如果你是有上实体课程的 同学呢 我会尽量 在适当的时候呢 做一些 说说明 好 那这个是 初步的一些 介绍 以及建议 那希望 各位使用这本书 以及GEMOBI的同学呢 能够学习 顺利